高山風景秀麗 帶來不少觀光客 也帶來不少垃圾 每年的遊客量都非常的多 那又因為武林地區 我們是沒有設置垃圾頭 遊客貪圖一些方便性 就將垃圾丟去 隨手亂丟垃圾 雖然減輕了自己的負擔 卻造成山區的傷害 可能一個果皮丟在山上 一個禮拜 它還是一張果皮在那裡 有一群人為了守護家園環境 不會地勢險惡 垂降至懸崖下撿垃圾 我們可以的話 我們就是在我們的能力內 去做一些進山的動作 雖然垂降進山非常辛苦又危險 但他們仍然甘之如遺 下去已經忙到 沒有空上去吃飯了 我們就直接垂到就是海平面那邊 直接在那邊用飯 每個星期六晚上七點 綠色幸福學 讓我們一起學幸福